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 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新冠肺炎疫情定义为大流行 中国为全球疫情防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为各国抗击疫情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那么您知道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吗 不妨听一听中国的经验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类病毒 因为病毒的形态在电竞下观察时类似王冠所以得名 SARS和MERS都是冠状病毒的一种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体之后的一般症状是发热乏力干咳 部分患者症状轻微可能不会发热 严重者则会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 出凝血功能障碍等 多数的患者为中症育后良好 少数患者会病情危重甚至导致死亡 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是经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的情况下 也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 所有人群都是易感人群 已经证实新型冠状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 56摄氏度高温30分钟以上 乙迷75%的乙醇 含氯消毒剂 过氧乙酸和绿房等脂溶剂都可以有效的灭活病毒 所以做好环境的清洁消毒十分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做好自我的防护 降低感染风险 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来数一数看 首先第一外出的时候要注意佩戴口罩 第二要注意自己的手部卫生 第三尽量避免到人流密集的地方 第四避免与任何有感冒 或者类似流感症状的人密切接触 第五要注意食品安全 食物要彻底煮熟 第六避免在未加防护的情况下 接触野生或养殖动物 戴口罩是防止飞沫传播 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措施 那怎么样选择和正确佩戴口罩呢 首先提醒大家 普通的纸质口罩 棉布口罩或者海棉口罩 都不能够有效的隔离病毒 一定要戴医用口罩 没有换气阀门的那种 医用N95型的口罩呢 是防护级别最高的 那戴口罩也有讲究 首先我们要记住 白色面向内 颜色面向外 然后金属条向上 挂好耳朵之后 用手向下拉 遮住整个鼻子 嘴巴和下巴 然后再按压金属条 贴合面部轮廓 这样就戴好了 首先提醒大家 摘口罩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不要触碰这个污染面 那如果是病人用过的口罩的话 里面是污染面 所以我们可以向内折叠好 用独立的垃圾袋装起来 扔到指定的医疗废物垃圾箱 那如果是一般人戴过的口罩的话呢 可以向外折叠 然后再独立的包装好 扔到垃圾箱里就可以了 避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除了坚持要正确戴口罩之外 还要记得勤洗手 餐前便后 外出回家 接触垃圾 抚摸动物 接触公共门把手 等多人接触的物品之后 都有可能被感染 所以一定要勤洗手 洗手的时候 使用流动水 使用肥皂或者洗手液 搓揉的时间不低于15秒 首先把手洗湿 多用一些洗手液 然后内呢 是掌心对掌心 外是掌心对掌背 两边都要搓好 夹是食指交叉 弓是将手指弓起来 洗手指背 大是洗大拇指 两边都要洗 利呢 是洗指尖 一样也是 两边都要洗 腕是洗手腕 洗完之后 记得再用流动的清水 冲干净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要是没有流动的水 洗手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先用湿纸巾擦干净手 然后再用75%的 应用酒精棉球或者棉片 来擦拭双手 这样也可以有效的灭活病毒 保护自己 粪口传播主要是通过饮食及水 进入消化道之后引起感染 只要做好饮食和个人卫生 防控呢 相对容易 勤洗手 尤其是饭前便后 一定要洗手 食物在食用前要充分加热 避免食物被污染 购买食品要尽量选择包装产品 少买一些散装的食品 保证饮用水的清洁卫生 加强卫生间的清洁和消毒 保持卫生间的通风和肝脏 马桶冲水的时候 记得先盖上马桶盖 这样能够减少病毒的散播 防止产生气溶胶扩散 如果身边有人确诊 或者疑似为感染者 请大家不要恐慌 不要随意外出 建议居家隔离14天 并且做好自我身体状况的观察 如果发现了有发热咳嗽等异常的情况 要及时就诊 就诊的时候 自己和家人都要做好防护的工作 避免交叉感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提醒大家 务必要密切关注疫情 增强风险意识 加强自我防护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和旅行 还要认真学习预防知识 疫情防护从我做起 中央广播剧场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